据说当乒乓球被加速到超音速时 就能对人体造成致命伤害 难道小小的乒乓球真有这么大威力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乒乓球加速到超音速 看他对人体究竟能有多大伤害 亚当和吉米首先用球拍进行了测试 正常人能将乒乓球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 而咱们中国运动员扣杀时能达到180公里 但距离音速还相差甚远 为此亚当用真空泵和塑料管打造了一个空气泡 他将乒乓球放入管内的一端 并用胶带将两端密封 然后抽空里面的空气 实验时只要戳破后面的胶带 空气就会迅速涌入管内 只要后方的气压大于前方 乒乓球就会持续加速 这时亚当戳破了后方的胶带 乒乓球在强大的气压下飞速射出 之后他们对空气泡进行了改进 并将泡管增加到之前的两倍 经过测试 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600公里 尽管速度已经非常惊人 但还远没有达到实验的要求 那如果将泡管增加到24米 是否就能达到超音速呢 然而当亚当戳破胶带后 乒乓球竟然在出口处停了下来 因为泡管太长 导致空气渗透到了乒乓球的前面 从而平衡了压力差 但他们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乒乓球在9米处的速度是最快的 于是亚当锯掉了多余的泡管 并且在后方增加了一个高压舱 他们为泡管提供50万帕的压力 从而使乒乓球的速度变得更快 这次乒乓球的时速达到了恐怖的1246公里 下面他们来到试验场决定扩大实验规模 看用46米的泡管发射乒乓球 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为此亚当搭建了一个46米长的发射管 并且将后端的高压舱气压增加到345万帕 用胶带把泡管两端密封之后 他们抽掉了管子里的空气 一切准备就绪 吉米撬开了高压舱的阀门 就在一瞬间的功夫 乒乓球从46米外的出口飞速射出 虽然时速达到了1.4倍音速 但高速相机却显示 乒乓球在出口之前就已经破碎了 为了保证射出的球完好无损 亚当将泡管的长度缩短至6米 并把气压降低到207万帕 再次进行实验 令人惊奇的是 这次乒乓球不仅没有破碎 而且速度比之前还要快 基本上达到了子弹出塘的速度 那么在这种高速下 乒乓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 这时亚当将一个乒乓球拍固定在泡管前 然后再次打开阀门 巨大的压力将乒乓球以超音速射出 瞬间就将球拍击穿一个洞 为了测试乒乓球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 亚当捡来一个不要钱的猪屁股 看乒乓球能否将其击穿 随着乒乓球的发射 猪屁股直接被击倒在了地上 并且造成了一个3.8厘米深的伤口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强大的冲击力使皮肉产生了分离 虽然没有子弹致命的威力 但如果击中人体的话 估计会有点疼 所以没事千万不要在家尝试 据说请人清理搅拌车里附着的水泥 需要花费上万块 但如果用炸药就能瞬间清理干净 难道炸药不会将车辆炸毁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留言组来到了当地的水泥公司 希望买一辆报废的搅拌车进行实验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 最后老板愿意每辆车倒贴200美元来交个朋友 考虑到实验可能需要多次完成 亚当大手一挥 含泪买下了四辆状态相对较好的搅拌车 有了实验道具之后 他们首先要将第一辆的搅拌桶内壁附上水泥 但由于机械故障 等第二天水泥凝固后 他们发现已经装满了半桶 为了保证爆炸的安全性 本次实验将在爆破厂进行 并且由专业爆破员操作 因为不清楚需要的火药当量 专家建议先从威力较小的樱桃炮弹开始实验 连接上远程控制电缆之后 专家在远处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样的动静还不如你们放的一个屁 显然对里面的水泥来说就像挠痒痒 紧接着专家升级了火力 这次将用一枚M80炸弹进行实验 它是美军模拟爆炸使用的一种鞭炮 威力是樱桃炮弹的好几倍 然而水泥依旧对它无动于衷 经过多次爆破失败之后 机械要求直接上大家火 于是专家决定使用一棒的黑火药进行爆破实验 它又能否将水泥震落下来呢 这次爆炸的观感要比之前好多了 搅拌车发生了剧烈的晃动 强大的火焰和烟雾从洞口喷出 搅拌筒内壁的水泥也被炸下来不舍 但底下的一层依旧很坚挺 留言组认为是因为里面的水泥太厚 小剂量的爆炸无法对它产生影响 毕竟正常情况下不会堆积这么厚的水泥 于是他们拖来了第二辆搅拌车 里面水泥厚度刚好满足实验要求 那么如果用炸药炸正常厚度的搅拌车 里面的水泥又能否被清理干净呢 这次他们决定用1.5磅的高爆炸药进行实验 随着一声巨响 搅拌车后面的肛门喷出大量烟尘 但打开搅拌筒却发现 虽然里面很多水泥都被震了下来 但并没有一次性清理掉所有水泥 而如果加大炸药的剂量的话 在不考虑对搅拌车损伤的情况下 是可以将里面的水泥清理掉 而在实验的最后 吉米还有个疯狂的想法 如果将搅拌车里装满高爆炸药 是怎样的呢 于是他们将另一辆搅拌车搬到了采石场 接下来将在这里制造一场巨大的爆炸 而为了实验的万无一事 FBI医护人员 消防队 警局 以及爆破专家共同制定了实验计划 并封锁了周围的所有公路 随后一辆满载高爆炸药的卡车来到实验现场 在FBI专员的全程监督下 工作人员将整整850磅炸药全部塞进搅拌桶 爆破专家表示这次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如同子弹 杀伤半径达到了一英里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空中响起了防空警报 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到1.6英里外的观光台 为了各位老铁的安全 请大家在距离手机一英里以外观看 巨大的爆炸声下的吉尼虎须一阵 而爆炸中心的搅拌车连扎都不少 就连远处的摄像机也难逃魔爪 如此危险的实验请大家切勿模仿 据说如果有手榴弹在你身边爆炸时 只要握倒在地上就能逃过一截 因为手榴弹爆炸的碎片都是向上并且向外发射 所以贴近地面就会形成一个安全区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为此留言组来到了爆破实验场 在这里 他们将用手榴弹进行爆破实验 而在测试弹片伤害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测试手榴弹的冲击波范围 因为在致命范围内 即使没有受到弹片伤害也必死无疑 这种压力传感器能承受517000帕的压力 当冲击波的压力大于这个数值时 磨片就会破裂 也就意味着人会当场开袭 凯莉将10个传感器按照每0.3米分布在爆炸中心周围 为确保实验的安全 本次实验将采用远程控制的方式引爆手榴弹 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专家将手榴弹放在爆破中心 然后托瑞在安全屋按下了起爆按钮 通过检查发现1.5米内的磨片全部损坏 而1.8米处却完好无损 也就是说手榴弹的冲击波致死范围为1.5米 接下来他们开始测试爆炸弹片的分布轨迹 看贴近地面的位置是否存在安全区域 下面留言组在爆炸点1.5米处放置了一圈木板 红色区域代表人在卧倒的位置 当手榴弹爆炸时 弹片将在木板上留下弹孔 如果红色木板没有弹孔则表示为安全区域 最后他们又在顶上放置一块塑料板 以便全方位了解弹片的分布 为对比不同手榴弹的杀伤效果 本次实验将用两种不同年代的手榴弹进行测试 虽然它们形状不同 但内部都有无数细小弹片 在爆炸时将以22000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 首先测试的是中世纪的波罗手榴弹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躲在安全屋 随着一声巨响 无数碎片向周围刺散开来 不管是上方的塑料板还是木板都已经千疮百孔 而下面的红色区域也没能信念 接下来他们重新更换了木板 并在中心点放置一颗现代的棒球手榴弹 然后凯莉按下了起爆按钮 这次的威力明显比之前的大很多 木板上的弹孔更密集 但通过弹孔数量对比发现 红色区域的弹片密集度相对较低 所以虽然卧岛并不能幸免于难 但在紧急情况下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 本次实验极其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驾驶气垫船就能安全穿越雷区 并且在电影《红灯区》中 成龙为了救下小女孩惨遭气垫船碾压 但他爬起来后却依然健步如飞 因为大面积的气垫能分散船身的重量 可重达几百公斤的气垫船 真的不会触发地雷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亲自驾驶气垫船穿越雷区 于是他们自掏腰包买了一艘全新的二手气垫船 并来到湖面开始练习驾驶技术 而这对于两个老司机来说完全是小儿科 等熟练陆地飘移的技术之后 接下来他们就能展开测试了 但由于保险公司不让他们用真地雷进行实验 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制作仿真地雷 亚当将压力传感器改装成了可调节的触发装置 一旦实验中检测到压力大于设定的数值 装置就会发出控制爆炸的信号 而吉米则用水管制作了代替炸药的空气泡 当他接收到触发装置的信号时 炮筒内的高压空气就会瞬间喷出 从而实现安全的爆炸效果 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性能 亚当往炮筒灌入了碎石和玻璃茶子 随后他们引爆了空气泡 壮观的爆炸效果让两人非常满意 之后他们来到了空旷的实验场地 并选定了一块15乘以3米的区域作为雷区 同时他们计划在这块区域内 沿着S型路线铺设地雷 因为这样就能保证气垫船在通过雷区时 尽可能接触更多的地雷 可这样气垫船还能安全通过雷区吗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下面吉米在机器的帮助下沿着计划的线路开始挖雷坑 而亚当则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仿真地雷 并连接好上面的控制线路 以便能在测试的时候调整触发的压力大小 等所有地雷全部铺设好之后 他们往炮筒内灌入了面粉和碎玻璃 而为了测试仿真地雷的爆炸效果 爆破专家将触发预值设置为16公斤 然后亚当蒙着眼睛闯进了雷区 并且每颗被踩中的地雷都能被安全引爆 之后他们将触发压力提高到了136公斤 同时吉米驾驶汽车进行对照实验 结果如预想的一样 所有被压到的地雷全部发生了爆炸 那如果换成500斤的气垫船 又能否引爆地雷呢 接下来吉米驾驶气垫船向着雷区冲了过去 尽管船体压过了大多数地雷 但没有一个发生了爆炸 紧接着他们将地雷设置成反步兵模式 并且亚当还在中间进行了来回碾压 以给地雷更多的反应时间 可这次气垫船依然毫发无伤通过了雷区 为了测试气垫船防雷的极限值 他们最终将触发压力调整为2公斤 这样只需一个手指就能轻松将地雷引爆 可这次能否安全通过雷区呢 而测试的结果让人大跌眼镜 虽然气垫船加上吉米的重量 已经超过预值的120倍 但地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因为气垫船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达到6.4平方米 以至于分散在每个地雷上的压力仅有27克 所以气垫船是可以安全通过雷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